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万众瞩目的谷歌开发者大会2023 昨天已经开幕了,有很多的新鲜消息 之所以说万众瞩目 并不是说谷歌一定要推出一个什么花时代的产品 而是在OpenAI的步步紧逼下 谷歌必须做出各种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这种防守动作 那这次谷歌大概推出了有20多钟的产品 那我们右边的框子里面就是谷歌AI的谷歌开发者大会发布会的一些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可以说做的还是很精彩 比它前面那个BOD推出来的时候感觉要精彩多了 这里边主要还是谷歌的AI大模型它的推出 那么谷歌BOD将向180个国家开放 用40种语言恢复 遗憾的是还没有中文 那谷歌的Gmail地图和相册呢 也都将有AI功能推出 帮用户啊 写电邮啊 提供出行路线的这种沉浸式的视图 哎 更轻松的编辑照片 像谷歌文档表格幻灯片 这些协作工系 在workspeeds里边也和AI深度的结合 另外它有一个新的搜索功能叫converse 它提供那种合成式的搜索结果 那谷歌对搜索的期望 那肯定是远远超过其他的竞品的 谷歌呢 也同时发布了售价是499美元的平价手机 Pixel 7a 那售价1799美元的首款的可折叠手机Pixel Fold 还有起售499美元的平板电脑Pixel 那我们之前说过这个Pixel Fold 专门出汇期这个视频 是吧 那现在看起来是如约推出了 那这个开发者大会啊 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内容繁杂 那么这里边呢 主要的这个几个谷歌的领导啊 像PHA等等等等啊 他们都出面讲了这个相关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调一下进度 看一下他的主要的相关的领导介绍这情况的一些视频 那这里边呢 其实这个开发者大会啊 和之前曝光的消息是一致的 就是要发布通用大学大语言模型 PAM 那这个这个PAM的这读法呢 我也参考了一下PALM P和LM是大写的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BOD怎么读 他给我含糊了 然后我就按视频里边这个读的啊 那这个PALM2呢 是驱动AI的这个 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这个BOD 它的模型的升级版啊 可以生成啊 多种文本回应用户啊 谷歌说呢 呃 他将来会使用一百多种语言 比较擅长数学 软件开发 语言翻译推理 和这个自然语言生成啊 在这之前啊 我拿同级大学的维基分的教材啊 高等输入教材 问过BOD啊 BOD回答呢 像一些极限啊 简单的积分求证 基本上啊 正确领得到70%以上 我觉得啊 另外一个呀 就是呃 在这个其他的产品啊 那个包括文档协作 刚才说的这个电邮啊 搜索啊 云服务啊 可以说一网打进 就是整个谷歌是all in了啊 所有的产品都要结合AI来做 呃 那这两款手机啊 一个是Pixel Fold的 就那种豪华的折叠板的1799美元 也是大概是谷歌有史以来自己推出的最贵的手机之一啊 手机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平板 包括这个Wear OS 4的这个一个手表也要推出 所以呢 那这些产品啊 都集中在移动端啊 就是20种谷歌产品 在移动端要用啊 AI 那么 P才说呀 他说AI呢 是热议话题 有了生成师AI 啊 我们将迈出下一步 他说呀 要让AI对人人都有帮助 通过AI的增加知识 提升学习能力 创造力 生产力 让人人能创新啊 负责任的进行创造和配置 那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 无论是P才还是谷歌 它的主要领导还是处于一个保守的 或者是官僚的这种谷歌管理文化中啊 在去年的谷歌 开除了或者离职了很多的啊 进行AI相关的人啊 那么 由于OpenAI的大爆 谷歌被迫 应对 可以说呀 在这种程度上 可以说 大企业反而成了技术发展的阻力啊 虽然我们知道是谷歌开启了AI时代 但是呢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到了GPG时代 谷歌落后了 那现在谷歌呢 是不甘落后啊 要传达好掉头 all in 所有的产品啊 全全产品线 加入AI 在介绍它的新的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啊 这个P才说呢 他说 在医学等专业领域 具有一些优势 他可以回答专家级别的体检问题 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前面经常说的那个 全科医生问题啊 大家知道 IBM的沃森医生呢 曾经试图啊 做出这方面的努力 在英国 在日本都做出过 作为全科医生助手的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现在看起来啊 GPT过来 一瞬间把这个沃森 以及IBM技术 打的是落花流水 那现在可以说啊 呃 各家啊 只要是搞AI研究的这些大公司 都能推出自己的全科医书 这种助手的产品来 就看谁更领先一步 谁更提前一步了 另外呢 在谷歌的 AI研究实验室 Demine的副总裁 叫 Zorbin Gorbani 他说呢 Pam2呢 是比以前更先进的模型 比那个还要好 啊 他可以能使用 包括Fortune在内的 20多种编程语言来做 还可以使用100多种的 自然口头语言 包括放言 另外呢 他还说呀 这个轻量级的 这个Pam2版本 可以在移动设备上运行 简单说 就是在手机上运行 啊 那现在这个 谷歌这次发力啊 是一定要 推出自己的 有别于GPT的啊 他可以说啊 他从头到尾啊 没怎么提过GPT啊 都在讲 他的啊 语言模型 实际上谷歌在这方面 并不落后 只不过 他们在应用方面 落后了一步啊 可能就主要是在 这个高层领导的 这个思路上 保守啊 谷歌呢 现在是越来越趋向 一个保守的官僚的 这种巨无霸的公司啊 呃 我刚才测试过谷歌报的 我问他 我说你是 呃 Pam2驱动的吗 他说是 然后我问他真的吗 他又含糊了 他说对不起 他的意思是说 啊 我又不是真的了 你看这是我问他的情况 我是问他 然后他现在含糊 他说将来会用啊 这是谷歌Bud啊 就是今天应该还没有用啊 另外啊 他们推出啊 就是谷歌Bud将很快在回复中包含图片 哎 这也是Bing已经领先一步了 前两天很多小伙伴都很快乐的在Bing里边 合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红烧十字头和夫妻配片 对吧 那现在呢 谷歌啊将使用谷歌Lens 让Bud更容易回复用户的图片提示啊 比如用户可以用智能手机指着满抽屉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工具和配件 问Bud他们可以用来做什么 哎 他不是目前看起来呢 谷歌在Bud里边回复图片并不是生成图片 而是来解释图片 哎 当然了 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工薪组啊 打工艺组来说呢 Bug这个谷歌巴德呢 主要还是在将来在文档表格Gmail啊 在这里面呢 做一个彻底的应用 另外的这个包括啊 巴德可能还将在奥多比的第三方工具的帮助下回复用户 他还提到啊 奥多比的生成式AFfirefly的萤火虫啊 Photoshop可以带的 说他呢 可以根据文字描述创建图像 哎 就说明什么呢 谷歌把这个图像生成这部分工作呢 外包给第三方了 调用 奥多比的这个AFfirefly的萤火虫啊 他自己呢 目前呢 看起来是不准备推出自己的 实际上他是有的啊 另外啊 像Gmail谷歌地图和相册的AI功能啊 这个也结合AI啊 包括呢 就是将Gmail利用生成式的AI 推出实现帮我写 就是所谓help me write的这个功能 帮助用户写邮件 呃 比如说啊 Phot在演示中啊 他写了一封信 要求获得航空公司的全额退款 那谷歌的有些设置啊 能让生成的文本更长或者更短 可以调整 并且呢 可以用之前的信息作为上下文啊 这个邮件呢 呃 上次回复的上次回呃 这个写的 帮助AI的编写内容 他说呢 你只要输入你想要的提示词 点击创建 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草稿啊 这也是之前啊 我们说谷歌阶层啊 将AI继承到workspace里边啊 它的一个功能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谷歌地图啊 要和AI结合 就是所谓的沉浸式试图 呃 immersive view 这么一个AI工具 这个工具呢 是把空气质量和天气信息 哎 就是晴天阴天多云 把它和这个实景结合起来 这么一个呃 沉浸式的路线啊 将路线可视化 如果你比如说一望无际的一条路啊 你在草原上开车 如果是阴天 它就会给你啊 做出多云的天气来 如果是下雨 就会雨不断 这个场景熟悉不熟悉 哎对 高德地图里边已经有了啊 呃 那么这种沉浸式地图啊 目前主要还是在美国啊 在美国的十几个大城市 要开始先推出 呃 另外呢 关于这个图片处理啊 谷歌相册也要推出一项服务 那么前两天我还在 呃 discord讨论群里边发过个消息 说我现在还在用谷歌的皮卡萨 那其他的有没有人在用啊 我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轻量级的 能替代谷歌皮卡萨 那个相册处理软件的东西 啊 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我还在用 谷歌已经停止更新十多年了 这个软件啊 就特别的轻便好用啊 但是现在呢 谷歌不服务了 现在他推出一个新的工具 叫神奇编辑 magic editor 那这个功能呢 是用于生成是AI啊 帮助用户呢 红新构建图片 可以选择照片的任何一部分 无论是画面的主角天空还是背景 都可以编辑啊 可以抓去可以移除啊 比如用户呢 想要的是瀑布对吧 那可以把瀑布的这个边上的人挪开一些 拍照的时候呢 你忘了取下这个背带了 也可以把背带抹去 把拍住的天空呢 调得更明亮 那这些功能啊 大家也很多用YouTube的话 我们都知道 很多这个YouTube里边就有这个广告啊 就是可以任意的更改照片的 看起来特别神奇的那些收费学软件 谷歌呢 实际上在这方面 他落后了已经啊 除了这个之外啊 这个还推出一个 AI啊 可以让用户在文档表格和幻灯片中啊 融入AI的服务 比如用户可以要求AI帮助撰写简历啊 整理企业图表或者幻灯片 生成图像 简单说就是word 的啊 就是文档生成PPT啊 这么一个东西 之前我们介绍这个 AI在谷歌 WorkSpeedZone里边也讲到过这一点 现在它是真的推出来了啊 那重点其实还是谷歌对于他搜索的这种执着啊 谷歌之所以啊 这个迟疑的推出巴德 也是因为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和他的搜索线结合 因为谷歌的主要盈利点其实就在搜索这方面啊 搜索广告上 那谷歌呢 现在是为搜索服务呢 提出来一个名为 converse这么一种生成式的功能 过去啊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问题的回答 会在谷歌中得到很多结果啊 从上到下 然后你得综合这些结果啊 动动自己的脑子 那么converse呢 可以为用户啊 合成这种搜索结果 具体来说呢 他能提供一个快照 那这个快照呢 包括一些搜索结果文本 或者图片是这种生成式的 AI的内容块 便在下方的提供链接 那现在谷歌巴德啊 其实有的时候 他也会提供类似的东西 所以呢 这就提到广告了 converse 他的搜索结果里面会融入广告 哎 和workspace的一些AI功能一样 converse呢 将提供一种对话模式 哎 你可以 后续的 继续的提出问题啊 像并一样 跟跟提几个问题 让他连续的回答啊 当然谷歌现在呢 还没有透露 什么时候上架 这个converse 他一定会非常慎重 因为谷歌现在 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啊 就是搜索了 是吧 那么在哪些地区能用 也没有说啊 我相信现在是能使用 谷歌巴德的朋友啊 能使用美国地址搜索的 一定是可以使用的啊 他说谷歌说呢 这种功能啊 属于是SGE啊 它是属于搜索生成体验的 一部分 属于是实验室一部分 大家知道谷歌Labs呢 总是推出一些新鲜的功能 有时候呢 会活下来 有时候就取消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converse 肯定是会进入谷歌的Labs啊 喜欢长鲜的朋友呢 可以试用一下啊 另外呢 就是他还提出啊 谷歌会对企业啊 生成一种啊 这种定制化的这种服务 那么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呢 实际上呢 主要就是 给企业单独推出这种搜索的套餐 比如说 我们自己企业要架构一个GPU的云服务器啊 有困难 那么他就推出这种 类似于这个定制版的云服务一样 你企业呢 可以使用他们的A3超级计算机的虚拟机 为大语言模型提供这种训练的功能啊 他们这些虚拟机呢 将使用这个英伟达的H100GPU和第四代英特尔的可贯展处理器 和谷歌的专门的这个数据中心结合 提供高达这个26啊 这个AXE Flops的算力 将有助于减少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 那当然了 谷歌手机的壁纸啊 也因为AI做出了更新 谷歌将在今天夏天啊 为Android系统提供这个升级查找锁定 或者清空设备功能的找我设备的这么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推出一种新的壁纸 这种壁纸的话呢 可以AI定制 就找手机方便了 第一这个壁纸定制也方便了 在保护隐私方面啊 美国这些大企业 包括谷歌和苹果啊 是确实是比较注重的 谷歌和苹果在5月份 5月份初期的时候啊 就前几天就宣布啊 将联手为用户提供啊 这个受到非必要跟踪的这个警报 作为重视隐私和安全的部分工作 那实际上谷歌和苹果之所以 实时推出这个AI功能 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可以说啊 那现在呢 谷歌这个手机呢 将很快依靠谷歌这种生成式AI技术呢 根据用户的提示词 生成可定制壁纸 这个功能呢 将在今年秋天上线啊 那现在这个 呃 今年夏天要推出那个手机防盗的功能 就是说一旦手机丢了 也拿不回来了 我可以瞬间远程清除啊 这是谷歌发布会里边的情况 其他的硬件情况啊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499的 一个1799的 一高一低的两款手机 总之来说呢 谷歌这个发布会啊 我是先看文啊 后看视频啊 感觉呢 呃 就那么回事啊 有没有激动人心的东西呢 已经没有了 因为GPT把一切风头都给强调了 哈哈哈哈 好吧 这是我们满怀激动信心 看完谷歌开发者大会之后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是这样的 嗯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级啊 那好的 那第二点啊 我们就来看一看 呃 OpenAI啊 他是一直没有闲着 我们看看OpenAI最近做了什么 OpenAI啊 最近刚刚发布了一篇论文啊 这篇论文是很惊人的 他试图啊 用AI来解释AI啊 那这个这个话题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 就是啊 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把第一个标题写了 OpenAI发布炸裂研究 让AI解释AI的黑箱 大家知道 从AlphaGo开始啊 大家都对于这个围棋下围棋的软件 它是怎么决策的 它是怎么想到这个新招的 一头雾水 那AI呢 一直是处于一种黑核的这个状态 是吧 那现在呢 OpenAI也在纳闷这个事 我推出了这个东西 我竟然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人类无法理解 我们甚至自己也不知道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奥特曼啊 它是不干的 所以呢 如果不是我们人类研究这个AI 让AI自己研究呢 所以啊 这个是让人比较有想法 但是有非常危险的想法 因为你不知道啊 这个研究方法 会不会颠覆人类对人脑和AI的理解 但是呢 OpenAI他们就做了 那么刚刚啊 OpenAI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们用GBT4来解释GBT2的行为 获得了一点成果 可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果 应当说呀 AI理解AI 然后很快 AI就会训练AI 然后再过几年 也许啊 AI就会创造新的AI 因为这篇论文里面呢 它搞定了一些 AI黑箱的一些解释性问题 在这个OpenAI的官网这篇 博客文章啊 叫语言模型 可以解释语言模型中的神经元 Language models can explain neurons in language models 有点绕口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们开发了一个工具 调用GBT4来计算出其他架构 更简单语言模型样的神经元行为 这一次针对的是GBT2 就是发布在四年前的开源大波形 用咱们销售的想法 就是说 销售部长来解释一下 这个销售员 他是怎么拿到这个单子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因为大多数搞销售的领导 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 是吧 所以他知道 小销售员那点技术和猫腻啊 那大模型啊 就LLM和人脑一样 由这个神经元啊 组成 那这些神经元呢 他会计算观察文本中的 一些特定规律 进而影响到 这个模型本身产生的文本 这就是在过去啊 他们做的这个工作 举例来说呢 如果有一个针对 漫威超级英雄的 这么一个神经元 所以当用户向模型提出 哪个超级英雄的能力 最强的时候 这个神经元啊 就会提供模型 在回答中 说出漫威英雄的概率 概率啊 所以OpenAI的开发工具呢 就利用这个规则 制定了一套评估流程 那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用GBT2 运行文本序列 就用这个 第一个图的 等待特定神经元 被频繁激活的情况 然后呢 就有三个评估步骤啊 看看这是 那么这是第二个步骤了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是让GBT4 针对这段文本 声称解释 你像在刚才图片上 那个案例中 神经元呢 主要针对 漫威美国英雄的内容 GBT4 接受到文本 和激活情况之后呢 就判断 这个电影的角色 和娱乐相关 那第二步呢 GBT4 就模拟这个 GBT2的神经元 接下来会做什么 注意是模拟 他的神经元会做什么 那么 GBT4 就生成了 模拟的内容 那最后一步啊 就是step3啊 他会对评估打分 对比四代模拟神经元 和二代真实神经元的结果 看看GBT4 猜的有多准 他通过 这个 更高版本的GBT4 来猜GBT2的 这个概率 来确定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就通过这样方法 OpenAI就对每个神经元的行为 做出初步的自然语言解释 并对这种解释 和实际行为的 匹配程度进行评分 最终啊 他们对GBT2中的 30万零 7200个神经元 进行了全部的解释 把这些解释呢 汇编成数据局 与工具代码呢 现在一块放在 GitHub上 发布了 所以呢 这个事啊 是一个大事啊 所以呢 虽然说 呃 这个 这是第一步 呃 有的解释呢 并且并不是很准确 但是毕竟呢 这开创了一个先例 就是人类 应该怎么解开 AI盒子的 工具啊 我们知道 这个很多人 很多国家 很多组织 实际上是对AI表现出 强烈性 但是不敢用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 他的这个决策原理 最简单说 全科医生 这么一个助手来 他是怎么决定的 不知道 所以呢 可以肉眼可见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刚才我们讲过 呃 谷歌也要认为 他们的帕阿姆兔 会在呃 这个医生辅助领域 会有一个大的进展 当然部署这些工具的时候 肯定离不开一个 人的医生 在别人看着 因为他是个黑箱 我们要不知道 他是怎么运作的 对吧 所以这一次呢 从这个论文里边 就会看到啊 哎 他们对AI研究啊 已经做到了一个 很高的水平 利用人工的反馈 来训练AI 然后呢 在训练AI系统的 辅助人类评估 第三步呢 哎 训练AI系统进行 所谓的对齐研究 啊 这么来做 呃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啊 呃 来解释 另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这个事呢 合理不合理 你不要说 总归来说呢 是给你解释了 是吧 那么将来的话呢 大模型啊 那么 也许很快啊 就能比我们人类 更好解释 他们的自己的思维过程 所以他们骗没骗我们 对不起 谁让你笨的是吧 那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啊 呃 将来的这个人类本身 对自己的行为解释 可能啊 还没有AI解释的更准确 那后边啊 我们就会继续讲一个新的例子 除了这个open AI 啊 用AI解释AI之外啊 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有一个 呃 这个我们如何永生的那个话题 现在啊 已经有人在做这个测试了 哎呀 真是 你还没没想到 别人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们看看这个话题啊 这个话题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 一个 美国的啊 应该是美国的 对 美国的一个女孩啊 开始在open AI中啊 用 GPT 来把自己做一个训练啊 做出无限个分身来 进行交往 进行恋爱 进行聊天 进行挣钱 你说这个事闹的 真有人在这么干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说啊 当你有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 有几十万个人 已经在想到了 可能有几万个人 已经在做了 这位叫 卡琳 马乔里 凯瑞 这个女孩呢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 虚拟女友功能 一分钟 一美元 这个凯瑞 预计啊 他AI版本的自己 能让她的收入呢 翻六十倍 收入达到六千万美元 这个比肩 Taylor Swift 而且不需要呢 Karen付出任何成本 躺着就能赚钱 哎 吊打一切直播带货啊 唱歌跳舞的 那些新骨活 这Karen呢 他有180万粉丝 他是Snapchat的一个网红 那么他可以说是 AI赚钱的先行者 今年才23岁啊 就在美国加州 他同时交往了 一千多个男朋友 不过啊 和这个一千多个男朋友 交往的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的AI 是AI版本的 Karen Majori 厉害吧 听到这儿 我是有点呆滞了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说这个 啊 我们很多企业领导啊 其实是没有工 没有时间在管理这些琐事的 我是从企业领导管理的角度来说 你制造无数个自己的分身 是吧 别人向你汇报的时候呢 AI直接汇报了 并且可能比你还更了解自己的想法 现在这位女孩 Karen Majori 推出了一分钟一美元的虚拟女友服务 啊 那么他的这个主页上写着呢 叫 第一位网红化身的 AI 你的虚拟女友 Your virtual good friends 啊 那么Karen Majori呢 他的AI呢 是由他本人 2000多个小时的 YouTube素材训练而成的 记录了他的声音和性格 那么结合OpenAI的 GBT4技术呢 能够出现动态的 独于无二的互动 就好像你在直接和Karen本人 聊天一样 并且呢 24小时秒会信息 绝对不会闹脾气冷暴力 或者只发个呵呵 这样的女友 你心动不心动 所以这Karen呢 在一周前就推出了内测版本 收费呢 是每分钟一美元 那根据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啊 在过去一周的β阶段呢 Karen的AI已经创收了7.16万美元 99%的用户 是男性 从周二开始呢 这个Karen AI呢 将扩大他的测试范围 开放给更多的用户 背后的MCN公司啊 据说还在达到AI榜的 特朗普 AI版的Taylor Swift AI版的乔布斯 和Karen AI提供的技术支持 是一样的 那这家公司呢 叫Forever Voices 简称FV 这家人工智能公司 这个话题啊 说起来呢 是又新鲜又沉重啊 那现在呢 人家鲜活的 把它用成虚拟语语语里边 我当时想呢 我这么个五周岁老年 我们想的是永生的话题啊 如果你失去语言能力了 你快不行的时候 你留下一个AI版本的自己 这算不算某种程度的永生呢 那前两天我们说这个话题 其实观看量并不大 可能这个话题比较沉重 对年轻的朋友来说呢 也不太感兴趣 但是现在你们开始感兴趣了 你想不想拥有一个虚拟的 孙彦兹版的AI女友呢 孙彦兹不行 换一个 舒淇 舒淇是阿姨了 还有更年轻的是吧 所以现在呢 这个 AIGC技术 ChatGVT GVT是模型带来的这个改变啊 是你显现不到的 是你显现不到 让你摔个跟头的这些技术啊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 Karen啊 是一个老兵了啊 那么Karen从15岁就开始直播啊 现在是Snapchat上的头部网红 每年的收入呢 大概是100万美元 所以呢 他现在呢 充满了财富的美梦 他认为他的AI上线 每年能达到6000万美元 那6000万美元怎么算的呢 他说呀 假如我这100万 180万个粉丝里边啊 就是Snapchat的180个万个粉丝里边 那么有2万人 愿意为AI版本的他付费 哎 就是说 可以和 Karen Majority的AI版本 做密切接触啊 可以小暧昧 那么呢 成为固定用户 那么Karen每年就会创造 500万美元的收入 一年就是 每个月500万美元 那一年就是6000万 对吧 那是没错的 那就和Taylor Swift的 在2002年的 年收入差不多呀 而且不需要Karen付出任何成本 躺着就能赚钱 所以呢 确实是吊打李佳琪 脚踢 啊 咱们咱们心动方 是吧 但这个事啊 目前还是个很美妙的想法啊 他现在拥有的资源呢 就是他是头部网红 确实具有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别人长得更漂亮 啊 更爹 更裸露 谁知道现在 10后00后的小男生 是不是有更多的想法呢 是吧 那么 这个 智能聊天机器人啊 现在呢 可以说呀 已经商业化 我自己呢 呃 在电脑上用ChatGBT 在手机上装了很多 啊 API接口的各种各样的 ChatGBT的系统啊 每一个可以用 一天可以用几次 装个四五个 就可以无限制使用了 他们后边实际上都是GBC4模型 所以现在呢 可以说呀 我们过去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啊 很多科幻电影里边是吧 都有进到一个地方 一进门就有一个AI助理 给他打招呼 3D投影出来一个啊 穿着很少衣服 清凉衣服的小女生 给做你的AI助理 给你安排一切 那现在呢 科幻电影已经照进现实了 那还有很多 甚至包括伦理问题需要解决 呃 那么 在2013年啊 有一个电影叫他 女的那个他啊 有一个导演 呃 这个他拍了个电影 他叫 就是说 人和一个电脑操作的女生 进行了 长时间的恋爱啊 这个 这个主角叫 呃 华尔金 华尔金菲尼克斯啊 他演了一个呢 作家叫奥西多啊 那么他进行了一场 这个 可以说和一个虚拟声音恋爱的这个人生长跑 那个这个叫萨曼山的姑娘呢 并且 声音呢 是特别性感 沙哑 并且风趣幽默 善解人意 让这个孤独的男生呢 不能自拔 但是呢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呢 啊 并不能带到现实 所以现在 Karen 她的这个情况呢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部电影 所以现在 呃 AI和我们互动啊 和我们进行各种啊 甚至超过了 人类伦理机械的一些节目啊 那么这些里边 呃 如果在进一步 我们讲进一步就是什么呢 就是微软的那个首席啊 这个论理学家说的 AI技术可能很有可能被用在 最大可能会用在这个违法的方面 就是怎么样的色情伴侣 是吧 那么 现在呢 这个Karen的这个开发团队说呢 我们开发内容的不是一道性的方面内容 但是呢 呃 据说呀 有记者在试用后发现啊 这个Karen的这个版本里边呢 在聊天中 有描述色情的这种场景啊 比如说 在这个小男生的耳边 描这个低声细语 这个性感的话 讨论 给他脱衣服的场景等等 鼓励进行性方面的暗示 哎 进入未知的快活领域 所以呢 这个 他能在小范围的创收七万美元 可能是因为他背的版里边 加了一些擦边的露骨的小内容 但是他如果推出正式版 我猜啊 他可能会规范一些 那当然了 那么这么一个小女生呢 他背后呢 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运动 是一个庞大的吸进机器在运动 而这只是AI啊 对于进入成年男人生活的一小角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还有很多 你想需要的东西 还有很多 AI呢 会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那好的 今天啊 聊了三个话题 第一个呢 是谷歌的这个 2023的发布会 第二个呢 是OpenAI推出了 AI自己读自己 第三个呢 就是这位 Kerry Maggiore 推出了1000个虚拟版的自己 号称要挣6000万 哎 能不能挣到6000万呢 我们继续跟踪他 我们下一期呢 也争取在Stand Chat上 找一找这个姑娘 看看她的进展怎么样 今天呢 聊了时间快半小时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请您关注留言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